現在啊 日來月流行 做完療程再回去上班 朋友只會發現 你店沒了 但卻找不到任何破綻耶 想要別人看起來你皮膚變得更好 或者是更緊緻 海浮音波拉體真的要試試看喔 所以醫生的來歷跟集氣的來源都非常重要喔 跟著我就對啦 醫生你好 好 想問一下海浮三代跟其他音波有什麼差別 它的特色是它有不同的探頭 就是有從1.5到9.0的探頭 其他的音波可能只有3.0 4.5 甚至1.5的探頭 臉部以外都可以做施打的動作這樣子 對 海浮它的適用範圍很廣 就是除了臉部以外 頸部還有蝴蝶袖 然後提胸腹部 然後腹乳 然後腰部 大腿內側 然後外側麻糠肉 都可以做施打 打音波的話會不會很痛 海浮它是一個聚焦型的能量 它能量是聚焦在皮膚底下固定深度 就是說表面上是不會燙或是熱的 我們在施打的過程中 就是會有一些那個輔助的方式 包括敷麻藥 還有給予一些止痛藥 所以整個過程中是相當舒適的 那很多那個藝人明星都會指定 使用海浮第三代的音波 那醫生機台要怎麼選才能比較放心 首先的話就是要確認診所是有認證的 那我們瑞麗家的話是有經過海浮認證的診所 再者的話就是醫生本身也要有海浮的認證 機台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要確認它是正貨 有防偽雷射標籤 上面有QR Code可以掃描 那海浮從認證以來剛剛講的 除了很多藝人明星指定使用 然後很多醫生也累積了很多的好評 我會比較想要針對我可能臉頰 把嘴邊肉的部分 眼周細紋 法令紋 跟雙下巴 那醫生會比較怎麼樣建議 針對眼下細紋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用那個2.0的探頭 中臉的部分的話 法令紋會變大 下臉的部分的話 你的這個嘴邊肉會改善 你看像我的左半邊臉剛施打完 整個是不是差很多 那你說過程中的痛呢 這個部分就是為了美 大家忍受一下這樣子 我現在剛打完兩邊 所以現在還是有點麻麻的狀態 那這是非侵入性的治療 所以沒有恢復期 等一下可以直接去吃飯逛街 都沒有問題喔 那術後的話 你就只要做個保濕膚 跟面膜跟防曬 非常的簡單 我們一個月後見 哈囉 大家好 現在是我一個月後的我啦 大家覺得我臉怎麼樣 是不是落差很大 這次呢安排了八百發 就是我們雙下巴的深度頸部拉體 你是不是整個全臉都B臉了起來呢 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囉 像我朋友就沒有聽醫生的建議 所以它的效果啊 跟我們的維持時間都不長 所以大家一定要聽醫生的建議好嗎 現在呢是打完一個月後的效果 至於痛感的部分呢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承受 海福音波的價格呢 在醫美等級算是中上 那如果想對自己好一點 一定要打 因為這不是心理作用 你打完根本不需要修圖 我們就是美美的在大家的眼前 在瑞莉加做療程 我個人是覺得很舒服很自在 隱私也非常的好 如果有想做療程 又怕被騙的 選瑞莉加就對囉 我們就知道了 兩邊 cor和 мі濃地在後 我們要不要走 你們看看 提起好 來點嚨 我一定要香蕭